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手机的一些细节 像是这些按钮 这些按钮 边上的这些按钮 那么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子 那么这我们已经做好了 这个时候把这些不要的线都可以删掉 全部都删掉 历史删干净 保存一干净的一个先文件 然后我们继续 在顶部师傅 首先切出来它这个屏幕的区域 非常熟悉的 直接用一个矩形调整它的一个位置 再去分别调整 我们把面选择分掉 这样我们去调整 选择的时候在外部按住住宝键 如果上面有表面的话 容易选择到这个表面的一个原则 在外部按住住宝键 划线切换 模式的切换 最后还是 给整个的 按键盘上的上键 上下键 在各个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键盘上的上下键 在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层级模式 还有物体模式进行切换 在最后做一下微调 最后做一下微调 我们把这些曲线拿出来 进行首尾的相连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细节的内容 contact tach open close 删除历史 对底部的面进行一个投射 检查一下它的这个整个一个 算数啊 又出现刚才的一些问题 看来这个不是很稳定啊 保存一下优化一下场景 对它的表面进行投射 捞进去 对当前的这个表面进行重建 rebuild surface 段数高一点 时段 这个表面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重建表面 删除历史 这个曲线呢也重新进行一下整理 rebuild curl reduce的方式重建 投射一下 好 那可以看到这次投射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啊 那么你需要重建表面对这个曲线进行重建 rebuild surface会经常出现一些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 对于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你可以直接不复制也行 不复制也行 你直接去对它进行剪切 进行剪切 也可以的 啊 那么如果你想提取到中间这块怎么办 啊 再去 Ctrl D 总之还是要复制 只不过说呢 把它呢进行一个还原剪切 然后再去得到你想要的这一块 都是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都得复制 好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按钮啊 都非常的容易了 接下来啊 直接对它进行 画线 切割就行了 当然最后呢 这些模型肯定还是要转成多边形的方式 这样是适合我们去进行操作的 主要是为了贴图的方便 我把这些线呢 先把它画好 首先有一根 一根这样的线 然后对它进去画线 那快速的把这些线都可以 获取到 轴心点区中 快捷键 快捷图标放在工具架上 好 当段数比较少的时候 这样整体去调节 一下子整个形态 控制上 load 关键计 插手机 一个组 黄色的这个轴做一个镜像 重新点居中 不让线可以把它删除 那么首先切出下面的按钮 这个可能费一些时间 需要耐心 把下面这些按钮都切出来 好 有了这些线之后 那么对它底部的进行切割 那么还是要有一个这个 首先把它分成上下两部分 首先做按钮 用这根线来切底部的这个面 把它首先分成上下两部分 上面一部分 下面一部分 下面是按钮 上面是这些具体的我们家画线 首先切割一次 把上面的这一份 检查一下这一份 把它进行保留 归零 这样回来 删除所有历史 这是两份 从这下进行投射 确实做nubus呢 你需要多一点的耐心 投射上去 底部的就不需要 底部这根线就不需要 这样的一个表面 投射效果并不正确 如果觉得很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 isopalm的方式 选中 然后进行切开 都可以尝试 detach surface 还是投射 这个时候把它复制一份 按钢车梯 加进来一个层当中 底部 顶部 多一点耐心就好了 其他也没有什么难的 这是对于 按钮部分 再把它全部选中 投射出按钮部分 所需要的 可以看一下 对它进行投射 数据量还是比较大的 在投射之前 最好还是先存一下盘 免得跳出了 先存盘 删除我所有的历史 只显示它的曲线 对这些部分进行投射 那么我们只需要保留 这个按钮的部分 还是复制一份 保留按钮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 按住 不用按shift也可以 直接去选择 多选了一个 那么它这些是一体的 可以不用管 这些按钮部分 剩下的呢 只是要 看起来很多线 剩下的部分 就是要再去把 这些连接的部分 只要除了按钮是外的 就要再去把 那么不动也可以 这个时候再打仓面来 都是一些小的问题了 小时多 这些来说问题都不大 这些来说问题都不大 连接的方式告诉他 open close 连接的方式 这些要其中的一边 这些来说问题都不大 然后把那些按钮拿出来 还原 其实都可以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直接对他的这个面选中 然后提取出来这个线 就是一样 那这个表面呢 对他产生一个 还是投射 复制一份 这他进行一个投射 那么我们只要获取这样的一个形态就可以 这些曲线都可以删掉 删除历史以后 这些曲线都可以删掉 看着实在是太过于旁过于这个繁杂啊 这个竹纸归零 这样的话呢 这个形态就做好了 那你会说这样看起来跟没有 去调整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那事实上呢 你只需要把它转成 转成多边形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这呢 会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你做完这些 Nubus只是做一个大型的 那最后还是要转成多边形来进行贴图 更加适合于动画来的生产 那这第一步我们先要做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你的模型 整个大的形态都没有问题 我还输漏了一点截备的按钮啊 也很简单 那么通过这个画线工具也可以 我直接这个 再花最后一点时间 只显示 就是曲线 一目了然 surface 中间的这个表面 我们把我们需要的按钮呢 提出来 咳 这人可以不要 好 那这样的一个三个按钮 我们可以这样的我们可以这样的去获得 底部不动 然后把它复制一顿 我们现在只需要这三个按钮 一个 这些线都可以去删除了 删除所有历史 好 完成到这一步 完成到这一步 那么整个的形态形态看起来跟切割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们要转成多边形 在 这是我们完成了Nervous建模的部分了 好 转多边形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内容 那么我们 先 结合一下 提提一下 那么我可以直接的去选中这些东西 然后在 Multify下面 Convert Nervous Polygons 其中 有这么多的转换的方式 首先介绍一下 Type 类型 三角面化的 四边面的 General 常用的 以 这个 多边形的这个数量来做控制 标准适配的方式 控制点的方式 这个我们会根据 以后的颗粒呢 进行实际的这种讲解 那么首先 默认的参数 转换一下 看看 就是说 它能够转换出来 多边形的一个效果 这是多边形的一个效果 你在这里面呢 这每一个按钮 那么可以用多边形的命令 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也就是说 产生出来 它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厚度 按钮的一个形态 包括这些屏幕的 这些细节都可以去调整 但是三角面化的 这个模型贴图呢 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是我们在 讲多边形部分 我们再去详细的讲解 但是流程是这样的 就是说先去 做一个 用Nubus来搭建好 它的整个外形 然后通过一些手段 再把它转换成为 我们需要的内容 在这儿呢 我们先提一下 使用这种四边面的方式 进行转化 四边面的方式进行转化 然后转化的这个 数值 我们现在提高它的一个精度 面数值为1000 这样转换出来的结果 就非常的好 跟原来的这个模型的形态 就完全的很匹配 那么这当然是 就是说介绍一个流程 你的任务就是在 Nubus阶段 把这种手机的外形 做到非常的精准 然后把整个的控制的 这个能力去提高 操作的这种熟练程度 那么Nubus的 要求就是准确 把我想调 好 那么我们完成 到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是我们最后呢 用转成多边形之后 并且上了简单材质以后的效果 像这些数字 都是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地方 来产生的 Text 这些按钮 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么把这个例子 练习一下 那么多了 我可以帮助你 那些人 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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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